满风五星冬季的赛利木湖 个人推荐指数四星 哪怕是夏季赛利木湖不让自驾车进 还有各种让我们这些本地人不爽的限制规则 哪怕是今年冬季康纳斯和睦这种大IP景区都免费了 赛利木湖依然不免费 哪怕是赛利木湖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这么一汪蓝蓝的水 但是我每次来到赛利木湖都要惊叹一句 What the fuck 怎么看都还是那么美啊 目前赛利木湖冬季的旅游政策是 门票75元一位可以开车自驾进入景区 而且不论轿车还是SUV 而冬季赛利木湖景区门口的酒店 大部分价位区间在200到600之间 吃饭也很方便 每个酒店都有餐厅 哪怕是你想吃赛利木湖独有的高白龟 没问题 提前一小时说人家也能给你弄来 而我这次去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23号 赶上赛利木湖开始结冰 整个赛利木湖呈现出一半水一半冰的状态 甚至还有路人问我为啥会一半水一半冰 因为是赛利木湖景区人微造出来的 其实也不难理解 我个人大概猜测一下 因为赛利木湖面积太大 达到了458平方公里 湖的深度又深浅不一 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90多米 而岸边的深度也就半米 整个湖的抛面土应该是一个家中炒菜用的原底锅造型 最先结冰的地方肯定是岸边水浅的地方 然后是靠近湖的北面部分的水开始结冰 因为整体靠北温度更低 最后才是温度相对较高南侧的湖水 而且因为整体水的走势是从南向北运动 所以南侧的水呢更加活跃 活水也就更难结冰 让我这个没念过几年书初中就一夜的人 能理解的也就到这了 至于对不对 希望有更权威的人来帮大家解谜 而且冬季赛利木湖除非遇到大雪天气风路 其余的时候都是铺装路 轿车跑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被景区打扫的很干净 赛利木湖的水呢透度又极高 你可以在岸边的水面上 就可以看到水底被冻住的石头 也可以像我和五十二一样 在上面来个滑行比赛 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 第一届赛利木湖滑行距离长度比赛 输了的人要请赢了的人撸十串烤肉 显而易见我这种爆发力极强 又有明确作战目标 头脑发达的人顺理成章的输 给了这个颓比我长 个子比我高的单身狗 有时候光靠头脑确实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又因为我们早晨出来的时候呢 没有吃早饭在车里面呢 又有两包陈年泡面 于是我们就着西北方在湖面上 解决一下温饱问题 要先提示湖面上极其滑溜 并且动手收和动决绝 小脑不发达以及怕冷的朋友们 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以及防滑措施 可以带那种简易的带钉子的防滑鞋套 也就几十块钱 哎呦来赛利木湖啊 一定记得背一些吃的或者肉啊之类的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 可以拍到狐狸哦 根据我的观察呢 至少有五到六只狐狸在湖的西侧活动 活动的时间范围呢 大概在人类的范点 也就是中午的十二到十四点之间 这个时间碰到的概率会比较大 但是你必须要有阴的眼睛 暴的速度才能拍到前吹的 或者你运气爆棚 他自己过来找你 那就是人品大爆发 除了狐狸呢 还有比卡纳斯更美的夕阳子 同样是高山湖泊 但是卡纳斯因为四面环山的距离太近 没有办法看到日起日落 那赛利木湖呢 四面虽然也有山 但距离足够远 而且高度不是那么高 你可以看着太阳徐徐升起 和日过西山 而且透着蓝色的冰板 真的超级 满风五星冬季的赛利木湖 个人推荐指数四星 两颗星给赛利木湖的西洋和小狐狸 一颗星给赛利木湖景区人员的服务 一颗星给周边基建 毕竟赛利木湖范围内的网络信号都很棒 扣掉的那一星呢 是因为别人都免费 它依然收费 好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抓紧时间来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